今天大法官釋憲 我是邵康 歡迎來到TBS邵康戰局勢 在我們現場特別來賓 沈富雄委員 高嘉義委員 陳志涵主任 洪孟凱委員 柯貞委員 徐洪廷議員 葉勤元律師 葉勤元律師只要出現 可能都不是什麼好事 都跟法律有關 因為今天大法官釋憲 等一下要請他發表他的高見 好不好 我們先看黎班 案子還繼續在發展 真的很詭異 說光這個對蔣機 它之前是BB Call BB Call死了十幾個人 然後傷了兩三千人 對蔣機也爆炸 但這是日本製的 日本的廠商說 我們10年已經就停產了 怎麼會有這個東西 至少25死 現在檢調也傳 台灣的兩個廠商來作證 就是被人家掛名的廠商 跟中間的廠商 以色列國防部長讚揚 Mossad說表現太好了 所以他就懷疑他是不是主謀 原來是他主謀 後來又說什麼8200部隊 現在越搞越複雜 當然現在每次就是 他這種是無差別的殺傷人 一個9歲的女孩子 因為BB Call 很可能就放在桌上 放在哪裡 客廳 BB Call一小時女兒就要去看 拿給爸爸爆炸 所以女兒整個臉都炸爛了 當場死亡 所以滿慘的 不一定是真主黨的會員 因為旁邊人也可能會受害 所以真主黨的領導人 尼巴那人就是說 是史無前例的大屠殺 因為通信社會爆炸 以前的確沒有這樣搞過 以色列國防部長說 現在進入戰爭的新階段 美國情報員說 以色列就是BB Call炸彈的 廠商的金主 以色列花錢去買的一定是 甚至講說那個廠商搞不好 就以色列人自己去幹的 說已經策劃15年 這我有點懷疑 會考15年幹嘛 可能就是他們策劃用通信 設備用其他的設備 已經滿久了 當天以色列國防部長 跟美國國防部長通電話 以色列曾經警告過美國說 我們會採取軍事行動 但是說沒有告辭他的細節 這我也懷疑 他們講的話你都聽聽就好 另外現在真主黨 對於呼叫器隊長機 現在帶上飛機裡巴那人都說不行 托運也不行 托運怕外力空間中間爆炸 飛機不是整個就垮了嗎 就掉下來了嗎 大陸的字幕說現在麻煩了 以後電子業產品 半導體產業都帶來很大的衝擊 因為這些產品 在政治上的可信度要打折 都可以裝啊 手機也可以裝啊 都可以的 以前現在常常是 汽車炸彈爆炸 什麼都可以給你爆炸 都可以遠端遙控 我們看一下 接連兩起爆炸事件 裡巴嫩人心惶惶 為了消除人民疑慮 軍隊將可疑的通訊設備 集中在一起全部炸個粉碎 貝魯特機場全面禁止使用呼叫器和對講機 但有些居民還是放不下心 之前手機不離手的裡巴嫩居民 現在反而把手機放得越遠越好 就怕第三波攻擊會發生 批評以色列已經超越紅線 真主黨領袖納斯拉勒 在接連兩天攻擊後 終於出面演說 但就在此時 紐石更稱這兩起爆炸 猶如現代版的木馬屠城計 以軍滲透真主黨通訊網和供應鏈 但是真主黨成員也誓言 會讓以色列付出代價 在宣布戰爭進入新階段時 以色列似乎也認了就是他們所為 阿屆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黎巴嫩 Vivico的產劇 是恐攻展出了一個新業 它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 全面性的非常慘烈的 非常血淋淋的 但是它是一個低科技 高智慧 有耐心 低成本 因為沒有人需要死掉 它這個行動的一方 不需要賠出任何一條命 但是這個震撼性是很大 尤其台灣也莫名其妙地 捲進去了 我們台灣其實這個金阿波羅 是很恐慌的 因為它急著要澄清跟切割 因為它怕的是什麼 怕的是被拖下去 然後被報復 趕快說這個跟我沒關係 但是不管怎麼樣 蛛絲馬跡這個金阿波羅 不是完全沒關係 要不然你怎麼每賣一架 你還抽15塊美金 日式元美金從何而來 根據什麼東西 你有權利抽這一筆錢 我覺得要回到VAC VAC是以色列情報單位的 一個空殼公司 它這公司不是只有台灣有 台灣有 但是也是一個空殼 也是註冊 沒有人上班 然後跟人家合租一個辦公室 6月就退租了 VAC在台灣有 有在保加利亞有 在匈牙利有 還有挪威也有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恐怕是一個下單的單位 它大概跟金阿波羅談條件 比如說賣多少 你要抽多少 從什麼地方出貨 所以我們台灣拚命去講說 我們這裡沒有出貨 我們有的話也知道 美國跟歐洲 沒有直接去利巴南 這點我恐怕相信 因為大阿開是別的地方製造 因為這是簡單的東西 沒有那麼複雜 但金阿波羅憑什麼抽錢 大阿開也有一點小技巧 他授權說 你照我這樣做的話 你要給我15塊 還有他的民意 民意很大 因為他在這行業裡面 做得還不錯 這個他 所以我覺得最後台灣 是有精無血躲過這一場悲劇 為什麼 第一 我們大概沒有人曉得 米耶西是以色列的公司 第二點 我們大概不曉得 這個東西賣出去以後 不管直接進階 從什麼地方賣出去 大概沒有人曉得 這個會被你做 用來當恐攻的工具 要不然你看很多地方 飛彈一射出去 爆炸以後 你看裡面都有晶片鞋 Made in Taiwan 如果那個也有責任的話 那我們台灣這個責任 是永遠負不清的 但是我也必須要提醒一點 在目前東西方這麼惡鬥 這個鬥了不破 這個往前於火 往破於死 還有中國越強 我稱得強高一點 中國越強 台灣越安全 在這種情勢之下 台灣的角色 我跟你講你晶片當然照做 Vivico當然也現在沒有人流行這個東西 但是不會是直接的 但是現在台灣這幾年有一種奇怪 而且很矛盾的氛圍 就是說軍火工業是非常有potential 非常有潛能的未來 台灣可以在這方面發展 我覺得真正的軍火產業 而且以出口為導向的 我覺得台灣要慎思 我跟你講恐怕不應該 往那條路去走 如果連全世界都看成 台灣是軍火工業重鎮的話 我覺得是莫名其妙的 招來無端的麻煩跟困擾 對 就所有的廠商 所有外銷廠商都要很小心 因為全世界局勢 現在非常的複雜 之前是不是有一個廠商 說運什麼貨到北韓去 就被美國指責 老闆自殺了 不看這個壓力 多倒楣 只不過送一個禍去 禍去都不行 我覺得台灣人是為什麼 這點我要特別提醒 因為台灣人什麼錢都幹的 因為殺頭的錢 殺頭的錢台灣人幹的 但是風險再大 躲過了就忙著去 對 你說這個金阿波羅有沒有責任 當然有責任 當然有責任 你那個貼紙鞋 第一個你每個收15美金 不少錢 這個PP Call不是多貴的東西 你一個收15塊 你都不好奇 為什麼要用的名義 因為今天如果用別的名聲 真主黨會懷疑 真主黨不會買的 真主黨這什麼東西 萬一在裡面給我做手腳怎麼辦 不一定說想懷疑到爆炸 萬一給我竊聽或者知道 我在哪裡叫人都不要 至於金阿波羅台灣 台灣跟我們沒仇 對不對 雖然台灣跟以色列不錯 跟我們沒仇第一個 第二個金阿波羅在這個業界 聽說還滿有聲望的 天下雜誌在幾年前訪問他 說他這個廠商 他是什麼BB Call的台積電 BB Call的台積電 說他非常好 所以當我是真主黨 我要買一定要過濾 這些懷疑的廠商 一看就金阿波羅 這沒問題 所以我不殺柏仁 柏仁為我而死 你不要言之 你完全沒責任 你怎麼會沒責任 人家就認為說是 不認為說這是以色列搞的 認為說是台灣出的 你為什麼要幹這個事 你都不去 你自己貼紙給人家 你都不問說 你是什麼公司 你那公司做什麼 誰幫你生產 什麼工程師會失業 因此我不忍心 我就把貼紙讓給他 全部亂扯 我覺得全部亂扯 我跟你講 我相信你不知道他去幹這個事 這點我相信 但是人家假見人民幹這個事 我不殺柏仁 柏仁也因為跟我有關 你都不會覺得不好意思 都不覺得不好意思 而且他內華有一個辦事處 你都不了解他是幹什麼的 我們通常知道 我們客戶是做什麼的 東西買去幹什麼 通通不問 而且搞了幾年了 你都不知道 這怎麼可能 因為金阿波羅剛剛特別提到 他在全世界的市場率 幾乎將近七成 而且荷蘭近黨到99% 連FBI都用金阿波羅的 這個所謂的通訊設備 你就知道他在世界裡面 是多麼有名的 我也完全同意了 但是就是因為 我們去最近的檢調 這一兩天來 一定要做慎重的一個釐清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很害怕 蜘蛛黨或者是阿拉伯組織 或任何人來對台灣 產生一個報復 因為你不知道 目前為止這個樣態這樣 死傷這麼樣嚴重 你怎麼知道 他一千年會牽涉到 我們這個地方來 所以最近也的確 大家對於這個 跟金阿波羅有關 包括女業務員 包括他這個源頭 大家都做了一個 徹底的清查 應該可以大力的說 應該是跟台灣本身沒有關係 但是我還是認為說 我們台灣為了這樣的一件事情 而且你看第一時間當中 台灣這個名稱 Made in Taiwan 這名字幾乎是出現在 世界各媒體的一個版面上面 所以我們應該適度的 開這個國際記者會 來做一個徹底的釐清 不過我特別提到 剛剛趙大哥也提到這個 Unit 8200 他真的是在以色列非常的有名 因為我們上網去看了一下 他幾乎是recruit 18歲到20幾歲的這些年輕人 而且你知道他的學業成績 叫Top 2% 你知道不知道進到這個公司 然後進到這樣一個系統 因為他不是屬於摩薩德 也不屬於辛貝特 他就是一個獨立的國防的單位 那他幾乎大家都認為 他是一個最精準的一個部隊 像過去2006年的時候 在這個伊朗 他們就曾經入主到伊朗裡面 透過這樣一個通訊系統 破壞了他們這個核彈的一個 所謂的發射的一個組織 所以那是聲明大照的 所以你看說今天 為什麼能把這個8200 這樣的組織把它搬出來 其實是有機可循的 而且你會看到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你要是看國外的媒體 他們說這個8200 只要你推移之後 你都是未來以色列 在新創公司裡面 都是他們的CEO 你就知道他們那些人 是有多麼的聰明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 因為目前是美國總統大選的 一個非常關鍵的時間點 每一次如果說 再有一次辯論的話 這個以色列的這個角色 你到底美國對於他的協助 或是對於這一件事情 因為真的是 一個新其他的戰爭 而且造成這麼多 無傷別待遇的一種死亡 所以他會是Trump 跟這個Harris的 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重點 那目前美國也有一些 不同的一個聲音出現 所以我只能說 這一件事情 除了台灣無望 當然知道我說 阿波羅當然是有必須要做澄清 台灣說實在 在我們國際的 這樣子的一個地位上面 我們還是必須要做 國際上的一個視聽 但是對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美國大選裡面 因為這件事情 影響到他們對於以色列的態度 這才是左右 未來在11月大選當中 可能會是一個 非常關鍵的一個因素 對 就是我剛剛講這話的意思 並不是說我們台灣有責任 台灣是沒有責任的 這個廠商本身有責任 因為你一直替他袒護說 我們通常沒責任 我若是真主黨 我說你怎麼會沒有責任 我是因為看著你的廠商 在買你的 你天天出來講些什麼話 人怎麼會相信 反而氣你 如果站出來講他不應該這樣 對 他應該查清楚 這樣的話 人家會覺得說你還算是公正 可是你天天出來講 都是沒責任 沒責任 怎麼會沒責任 休息一下再回來 好吧 黎巴嫩會下去爆炸案 檢方也約談了金阿波羅的負責人 也約談了BAC代財流動的人 都很神秘 BAC租的地方先是什麼 是經濟部下面的一個 單位的一個共享辦公室 給他們去用 就是說你也不去查查 你那個客戶到底幹嘛 他們檢察官要查了說 你這個吳清光跟吳女 許清光吳女 有沒有協助BAC 我說他不會故意協助 只是反正就是牽扯到他 金阿波羅公司又一個聲明稿 因為他 他有好幾個懷疑的地方 第一個 為什麼 而且他是擠牙膏式告訴你 他第一次也不告訴你 他也不告訴你 我沒有什麼東西 貼紙給他用而已 為什麼給他用 因為他的工程師說要失業的 如果不給他製造 所以我們就貼紙給他用 就說謊 就是因為15塊 每一個15塊美金 如果1萬個就是15萬美金 也不少了 第二個 他說那個會錢怪怪的 第一次我也沒聽他會怎麼怪 第二次還說是 中東會來的 錢從中東會來的 在歐洲 你的公司買你的在歐洲 怎麼中東會錢 這都很敏感的地方都要懷疑 每一個可以收15美元的利潤 行政院說台灣出口物價錢 沒有爆炸問題 講也沒錯 我們出口是沒爆炸問題 大家就問說 以色列國防部長有沒有跟你通知 他說絕對沒有 我也相信絕對沒有 以色列國防部長怎麼會通知他 對不對 以色列國防部長有沒有通知美國 還有可能 不會通知顧力雄的 我們自己沒那麼偉大 來 今天這樣沒有白吃的午餐 我想剛剛趙先生 以及我們第一段來賓講的話 就是這樣子 就像有人講說 告誡男人遇到女人 如果說現殷勤的時候 千萬不要以為自己是潘安戰士 重點在於是說 你要去懷疑說 為什麼人家用15塊美金 來跟你去買這樣的一個授權 其實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某種程度上還是有責任 那我也相信這個 從至始至終 我們台灣的廠商 不會想要去參與 任何的一個恐怖攻擊 或是說我們也不會 跟恐怖攻擊劃上關係 但目前現在 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第一 為什麼會用Made in Taiwan 或者是說 甚至還有對講機 是Made in Japan 不管怎麼樣 這幾個國家其實都是這種 製造產品的一個 翹楚的佼佼者 所以國安單位一定是敢 趕快介入調查 如果說調查屬實的話 外交部 訴發部 幾個部會都應該要大力宣傳 趕快來對世界 對國際來發聲 這第一個我們應該要做的 但目前為止好像看起來 還是相對動作慢半拍 尤其為什麼會點名訴發部 因為訴發部不要忘記 訴發部成立兩年多的時候 他有很多的預算 都一直強調是說 他要跟國際接軌 國際交流 甚至有這個民主網路師 是要跟民主國家 站在同一陣線 如果說是這樣的話 你是不是應該也要發揮你這些功能 跟這些國家好好的去宣傳說明清楚 再者第二個部分 後續我們也要針對這些對講機 或說相關的BB Code設備 有沒有更進一步的一個控管 或說出口的一個檢視查核的一個部分 我想身為台灣 身為世界地球村的一份子 我們當然也要擅盡我們自己的責任 不過拉回來在這個事件上面 恐怖攻擊 我覺得三句話來說 這是一個激進的攻擊 但是它是低度的科技 並且情報的掌握有沒有確實 為什麼會講呢 激進攻擊當然炸彈攻擊非常激進 但是低度的科技 其實這樣的一個科技 並不是現在才發生 你要想BB Code這樣的 無線通訊的一個設備 30年前就已經有了 所以其實電影裡面也都有去演出 不管是用BB Code 用手機等等 其實訊號的來遠端操作都有可能性的 但是在情報的一個掌握上面 是不是這個國與國之間的一個情報掌握 還有炸彈從哪邊來 以及最後我們必須要說 中東的戰火會不會一發而不可收拾 而中東戰火如果研發之後 其實對於整個世界的動盪 其實是不利的 我再強調一次 因為戰火的延燒 其實對於世界各國某些鷹派勢力來講 它反而會激起它的鷹派勢力的抬頭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在這個世界裡面 能夠盡速的一個平息 會不會後續而早 是中東戰火的一個延燒 國際社會其他比較有能力 阻止影響的國家 能夠怎麼樣介入 我想這是我們後續關注中 現在唯一可能影響就是 尾巴和談到底 談到下去 談不下去 本來每次都說快好了快好了 出個事情來 快好了快又出個事情來 洪廷 我覺得這個呼叫器爆炸 事件一發生的時候 我自己突然有一個感覺 就是我以前常常在看維基解密 所以如果觀眾朋友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維基解密 在2006年5月25號的這一篇文章 他這篇文章裡面提到的很特別 是當時AIT的處長叫Steven Yang 就是楊樹立 他在轉達以色列代表的一個憂慮 這個憂慮是什麼 是講說以色列的代表 跟美國AIT的楊樹立處長講說 當初中華民國的外交部長黃智芳 你去非洲的時候 在你4月去非洲的訪問裡面 你在回來的路上 你偷偷去了里巴嫩 而且你跟真主黨見面 所以以色列的這個代表 他對這個部分 他請美國去問 我們中華民國的外交部說 你到底在做什麼 而我們最妙的事情是 我們的黃智芳回答什麼 我們的黃智芳回答就是說 我們是去想要跟 因為我們跟伊朗 有一些商務上面的往來 所以我們是想要看看 能不能繼續的再建立更深的 商業的機會的這個合作案 然後這個時候 在這裡面這一段裡面 特別寫到就是說 以色列的情報單位指出 台灣可能有把相對敏感的一些 跟所謂的 你看它裡面寫到夜市儀器 跑到黎巴嫩去 賣給了真主黨 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現在回過頭 來看這段歷史的時候 這個時候 這裡面一直在寫到 以色列很concent 為什麼台灣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從這個危機解密 假設當然危機解密的資料 看起來目前 它的屬實的成分 其實在全世界 大家都有一定的公信力 從這裡面的角度 你可以看出兩點 第一點 台灣在所有的電子儀器 跟設備的製造跟能力上面 是獲得全世界的肯定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我們雖然在美國的眼皮底下 但我們仍然有人去進行一些 擦邊求是的買賣行為 特別是你看 被以色列抓出來說 我們還跟伊朗跟珍珠黨 有偷偷賣東西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發生 可是後來你可以看到 在這篇文章出現之後 我認為這一次的狀況 可能是一個借利使利 也就是說東西繼續賣 可是因為都已經被發現了 所以以色列正在這之中 他自己去參與了一些角色 而導致了今天現在 這樣的一個狀況發生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說我覺得這裡面 我們最近是不是做了一些 讓以色列覺得不爽的事情 或者是我們是不是有賣了一些 奇奇怪怪的東西 而讓以色列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表達不滿 我覺得這個是外交單位 跟國安會裡面 他們必須要去研究 你這個事情有表示不滿嗎 他在這裡面 就已經表示很不滿了 那是很多年以前 對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可以去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說當你都知道 台灣有在賣這些東西 給所謂的珍珠黨的時候 你如果是以色列 你如果是美國 理論上你應該會什麼 我可能說我裝點切聽器好了 我去做一些這些部分 爆炸這件事情坦白講 我認為是在整個情報單位 或在整個操作裡面 是最差的一件事 因為爆炸病 除非你真的有特定的target 要刺殺 否則你這個爆炸只是告訴你說 我有這樣的能力而已 而這樣的能力是一個洩漏 對所謂的情報收集 那些都是不利的 他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一定是因為這整個process裡面 有他不爽的部分 所以他要藉由揭露 這樣的一個狀況 來表達他的不滿 而把這條線都斷掉 這問題大條 我覺得也是警告台灣 不要繼續去做買賣的事 這很嚴重 因為時間已經很久了 但是我覺得 這是二十年前 我覺得他裡頭的問題處在哪裡 因為這個兩個消息是矛盾的 因為以色列提醒我們 我們有東西賣到黎巴嫩 但是如果今天的事變 最後的操控者是以色列人 那你賣去黎巴嫩的東西 是我要用的東西 我何必自己把這個挖出來 讓你台灣提醒你台灣 所以這個東西是這個跟那個 區的東西是以色列最後用的 我覺得這個都不容易 他不是這個意思 他的意思是說 以色列覺得說你台灣會賣 乾脆我自己來做好了 我自己來做好 幹嘛要買你台灣的 我以色列也可以做 我在保加利 我在什麼 我也搞幾個廠來賣 幹嘛你台灣賣 我想他是這個意思 但是說這條線他自己在家了 然後去做他想要做的 其他操作 這個太敏感了 可以看一下內容 如果當時黃志芳 真的有去找珍珠總 我說去搞幹嘛 這種事情 就像陳水扁那時候 不是也去跟那個誰 格達費誰去見面 秘密外交 你這種都是想外交想瘋了 想到走旁門左道 這不以正道來走的是不好的 休息一下就回來 好 好